浙江电视台小强实验室 一个有责任担当 专业高度 社会影响的优秀栏目 大家好 我是非常喜欢车的小叶子 欢迎收看浙江电视台小强实验室 小叶子 我最近准备买一辆SUV 初步看中了本田CRV 我告诉你 相同级别 任何一款国产主流SUV 都不比合资SUV要差 而且价格要便宜6万元左右 如果是高配车型的话 价格相差还要大 参加本次对比实验的车型 分别是 哈佛大狗1.5T 两驱边木板 价格13.59万元 吉利博越X1.8T 两驱至尊板 价格13.28万元 本田CRV1.5T 两驱都市板 价格19.58万元 国产SUV的价格 比合资SUV要第6万元左右 有可比性吗 有没有可比性 比了才知道 先比是吗 我们先来比一比 消费者最关心的车内空间 轴距 轴距就是车辆前轮和后轮之间的距离 轴距越大 车内空间越大 我们来看轴距排名 排名第一的是 哈佛大狗 轴距2738毫米 排名第二的是 吉利博越X轴距2670毫米 排名第三 轴距最短的是 本田CRV 2661毫米 大爷子 轴距差不多 每增加10厘米 车子就会高一个级别 哈佛大狗的轴距 要比本田CRV长7.7厘米 快接近一个级别了 是的 轴距长7.7厘米 那么后排乘客 膝盖前的空间 差不多 就能多一拳左右 这样如果跑长途的话 那么后排乘客的舒适性 就会好很多 动力水平 这三款SUV发动机的动力参数 分别是 本田CRV1.5T 功率142千瓦 扭矩243牛米 哈佛大狗1.5T 功率124千瓦 扭矩285牛米 吉利博越X1.8T 功率135千瓦 扭矩300牛米 总体来说 三款SUV动力处于同一水平线 小孩子 我看了三款车的动力参数 我发现了 有一个现象 就是功率大了 扭矩就小 扭矩大了 功率就小 到底是功率重要 还是扭矩重要呢 都重要 不过呢 它们各有侧重 你像功率啊 它主要影响车辆的最大速度 而扭矩呢 主要影响的是加速性能 另外还有一个指标 也非常重要 那就是达到最大扭矩的转速 转速越低 那么涡轮介入越早 车辆驾驶起来啊 加速性能越好 哈佛1.5T是1400转 达到最大扭矩 吉利1.8T是1750转 达到最大扭矩 而本田1.5T是2000转 才达到最大扭矩 带子你看啊 三款车当中啊 哈佛1.5T 涡轮介入最早 基本上是一踩油门 涡轮就介入 而本田1.5T 扭矩最小 而且涡轮介入也最晚 驾驶起来呢 加速性能就会差一些了 一些自媒体和车边人 把本田1.5T发动机 说得神乎其神 我们一分析 大家才了解真相 没错 变速箱 哈佛大狗和吉利伯越X 采用7速失式双离合变速箱 本田CRV采用CVT变速箱 我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本田CRV1.5T扭矩小了 哦 说来听听看 本田1.5T发动机 根本不敢把扭矩调校得过大 如果扭矩调校得过大的话 油门踩得猛一点 CVT变速箱钢带容易打滑 变速箱寿命就会大大缩短 你这个说法还是有道理的 前悬架 哈佛大狗吉利伯越X 本田CRV前悬架基础用料 几乎一致 都是采用铁制双层冲压件 麦福逊 白币价格450元左右 铁制车轮仰角 价格400元左右 后悬架 后悬架用料排名 排名并列第一的是 哈佛大狗和本田CRV 采用铁制多连杆后悬架 价格4000元左右 铝合金车轮仰角 价格800元左右 排名第二的是 吉利伯越X 采用铁制多连杆后悬架 价格4000元左右 铁制仰角 价格400元左右 小孩子 从底盘用料来看 三款SUV都非常接近 差别不大 是的 三款SUV前悬架用料 几乎一模一样 后悬架的用料呢 也是处于同意水平 车门制造工艺和车门角链 小孩子 我发现你每次看车的时候 都会看一下车门的这个位置 和车门角链 这是为什么 你看啊 如果车门的这个位置啊 它是一体成型车门的话 是没有焊接点的 那么说明啊 它是属于欧美车系血统 车门成本高 而如果车门的这个位置 有焊接点的话 那说明啊 它是属于日韩车系血统 车门的价格要低600元左右 那链链呢 所有的德系车 和日系豪华车的高档车型 比方说雷克萨斯的LS 采用的都是这种 高成本的高强度钢链链 这种链链 在遭遇侧面碰撞的时候 更容易打开车门逃生 而绝大多数的日系车 采用的都是这种 低成本的冲压键链链 这种链链 遭遇侧面碰撞的时候 容易变形 不容易打开车门逃生 定位低端的雷克萨斯NX 采用低成本的 焊接车门和冲压键链链 定位中档的雷克萨斯RX 采用焊接车门和高强度钢链 而所有德系豪华车 全部采用高成本的 一体成型车门和高强度钢链 再看我们实验的三款SUV 哈佛大狗成本最高 采用一体成型车门和高强度钢链 吉利博越X成本中等 采用焊接车门和高强度钢链 本田CRV成本最低 采用焊接车门和冲压键链链 头部气帘 头部气帘又称窗帘式气囊 车辆配备头部气帘后 死亡率可以下降30% 欧洲和美国的法规规定 车辆没有头部气帘不得销售 由于我国没有法规规定 必须配备头部气帘 于是一些汽车厂家就减配了头部气帘 13万多元的哈佛大狗和吉利博越X 都配备了头部气帘 而价格高达19.58万元的 本田CRV竟然减配了头部气帘 我们发现 20万元以下的本田CRV 全部减配了头部气帘 小孩子 我想不通 为什么有一些汽车厂家 专坑自己的粉丝 近20万元的SUV都减配了头部气帘 粉丝却对这个品牌信赖有加 你不知道吧 这个叫做情怀 汽车厂家这个手段 应该是宰熟 越是熟人 越是粉丝 越是宰你为商量 警方消息 据一些劫匪交代 他们发现一些日系车 没有行车自动落索功能 车辆行驶中可以打开车门 于是他们等在路口 专门拉日系车的车门进行抢劫 今天实验的三款SUV 哈佛大狗和吉利伯越X 都是全系标配行车自动落索功能 而本田CRV减配了行车自动落索功能 需要说明的是 配备行车自动落索功能的车辆 如果遇到碰撞事故 车门会自动解锁 不影响逃生 360度环视影像 13万多元的哈佛大狗 吉利伯越X 都配备了360度环视影像 而本田CRV没有配备360度环视影像 小狮子 360度环视影像 不是可以加装的吗 加装这个功能 要把整个车全部拆光 如果安装不到位的话 小毛病不断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功能的话 我建议还是买原厂就带360度环视影像功能的车型 预防碰撞系统 欧洲曾对16万辆车进行调查统计 配备预防碰撞系统后 事故率可以下降28% 在欧美 新车型要获得五星碰撞成绩 必须配备预防碰撞系统 索性的是 13万多元的哈佛大狗 吉利博越X和19万多元的本田CRV 都配备了预防碰撞系统 自适应巡航系统 自适应巡航系统作为主动安全的最高表现形式 属于高成本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 可以大幅度降低驾驶疲劳 减少事故发生 13万多元的哈佛大狗 吉利博越X和19万多元的本田CRV 都配备了自适应巡航系统 小孩子 扬声器数量好像是第一次在我们节目中出现 是的 现在一些汽车厂家减配是越减越离谱 恨不得把车轮都给减配掉 减配扬声器数量在他们眼里 已经没什么感觉了 东风本田官网显示 价格高达19.58万元的本田CRV 1.5T 两区都市版 只配备了四个扬声器 我们发现 20万元以下的所有本田CRV车型 全部只配备四个扬声器 再看吉利汽车官网 吉利博越X1.8T 两区至尊版 配备了六个扬声器 小孩子 我找遍了哈佛的官网 没有看到哈佛大狗 配备了多少个扬声器 这不是很简单吗 我们现在 马上把这辆车给拆一下 看一下它的扬声器数量 好 现在我们已经把哈佛大狗的车的门板给拆下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在A柱上面 这个是高音扬声器 有一个 然后门板上面 前门板这里有一个 两个 再看一下后面 后车门 这里 三个 门板上面还有个高音扬声器 一共四个 两边对称 加起来就是八个扬声器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哈佛大狗的车书 在配置单上面也是有明确标注的 你看 扬声器的数量有几个 你对照 看一下就知道了 小孩子 我计算了一下 每辆盒子SUV 要比国产SUV多赚六万元左右 主流汽车厂家一年销量一百万辆左右 这样子汽车厂家一年就能多赚六百亿元左右 我跟你说 合资车躺着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两年国产自主品牌它的销量是屡创新高 当然销量的底气是来源于实力 本田CRV车主肯定会说 他们的车子油耗低 故障少 根据国家工信部测试 现在主流国产SUV的油耗和日系车差不多 故障率也非常的低 最近几年 我国汽车工业进步之大 超乎你的想象 好了 本期节目就先说到这里了 红阳行业正气披露行业内幕 这里是浙江电视台小强实验室 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国内各大主流视频网站 搜索小强实验室浙江教科 或者是通过微信小程序 小强热线帮忙团 都可以找到我小叶子和大叶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